基隆破獲212公斤毒品藏金龍船底 走私毒品花招百出 在這個金光閃閃的龍船紀念品底座裡 竟然也藏有毒品 基隆電鑫署根據情報指揮調查人員 從今年初在基隆海關陸續攔截 查獲7匹走私毒品 走私毒品集團先在中國廣東 故人包裝加長毒品 然後再至香港轉運至基隆港 不需要是利用 將毒品加長在旅行包的底層 還有在飾品的底層的方式 夾帶進來 共計查獲K他命毒品200公斤 還有安菲他命12公斤 本案也透過兩岸打擊犯罪的模式 同步在大陸地區 查扣了K他命毒品150公斤 還有共犯3人 檢方在台逮捕5名嫌犯 巡迴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法辦 東新聞綜合報導